Hello 大家好 也有人否定它 作为著名外媒 老宅我提前一周拿到了本次所有的鸿蒙新品 因此本期视频你会看到Mate 40系列手机 Mate X2手机 新的Wash 3系列智能手表 新的Mate Pie Pro 12.6平板等等的身影 它们都搭载了最新的鸿蒙操作系统 COG第一章的最后一句 鸿蒙出批语言无性 打破顽空虚悟空 欢迎来到名为Homer OS 2的数字时间操作系统 Mate 40系列手机率先升级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UX美学的变化 在应用上长按或者向上滑动 就可以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哦 鸿蒙的万物卡片 不用进APP 可以高度定制我们的信息 天气卡片显示天气 运动健康卡片能显示部署 备忘录卡片显示笔记或者代办信息 相机卡片快速调用最常用的拍照 录像 人像 自拍 四个选项 不只是原生应用 第三方的APP也能生成万物卡片 除了可以快捷搜索的京东之外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微博卡片 点进去就是当前的热搜榜单 各位追榜打靠的饭泉小姐姐们 必备啊必备 现在啊音乐的版权渠道播放来源越来越多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他们中间快速切换呢 看到了吗 我们从手机的屏幕右上方下话调出 打开HomeOS的控制中心 左上角是音乐 除了播放暂停切割之外 还能一键切换音乐APP和播放声源 控制周边设备的音频播放 华为的IoT业务越来越广 家里设备太多了怎么办 难道非要一个个去点开找吗 新改名的这个超级终端 界面如同万有引力一样 点一下就能搜索附近所有的华为设备 相信我啊 你家里的产品越多就越需要它 就比如摆在我面前的这台 MatePad Pro 12的6平板 啪了一下 多屏系统就上去了 很快一点延时都没有 还有啊 这台无线化办公的华为MateView显示器 拿着升级了鸿蒙系统之后的Mate40 Pro手机 轻轻触碰它的底座 一碰投屏就能开启Desktop Mode 在平行世界窗口模式之下 一个应用可以开启多个界面 直接用无线的鼠标键盘 进行文档图片和视频编辑 看视频播电影追番剧 打游戏 朋友们啊 从此一台手机就是一个主机啊 用鼠标滚轮在桌面上滑动 就可以浏览不同的应用页面 谁不大喊一声 哇哦呢 以手机为切入点 对于传统设备的鸿蒙改造计划 固得着 普通用户和数码爱好者不同 他们不会每天频繁的清理后台 他们可能自己打开了几十个APP 都没有注意到 在这种时候 系统如何进行管理和分配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这台Mate40 Pro手机 不是新机 是首发买的 陪伴我差不多有半年了 升级鸿蒙系统之后 它的流畅性 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无论是滑动啊 还是刷图啊 或者切后台啊 都变得更跟手了 官方介绍呢 是由于新的文件系统 内存管理机制 提高了流畅性 说实话 我的第一反应是 大哥 你是后台杀的飞起了吧 但是在我实际对比中啊 相比另外一台 还是以没有UI时期的Mate40 Pro 发现鸿蒙系统下的后台 反而杀的呢 并不十分激进 像是淘宝 微博 头条 这种高频的应用啊 在后台还能保得住 过了一会儿 重新打开 仍然能进入上次浏览页面 哎 好评 这一年多 我和很多华为人啊 都聊了不少 也参加过几次鸿蒙系统的 闭门会议 是 鸿蒙系统下的 产品 产力桌面 底部应用栏的左边为常驻应用栏 右边是最近使用的APP应用栏 跟过去的多屏系统不一样 在鸿蒙系统加持下的多屏框架升级板 再度刷新了我的认知 举个例子 除了传统的多屏系统之外啊 当手机上的APP 投屏到平板上全屏显示时 手机是照样可以正常使用 想干啥就干啥 拿大尺寸的平板 刷手机上的B站视频 写手机上的邮件消息 还不耽误手机本身的操作 比如说这里 一边用华为MatePad Pro 12.6平板 播放B站上的视频 上班时间看窄舞 这合理吗 很合理嘛 同时 我们还能一边用通话顺 看最新的财经信息 职场气质也拉满了 亲 我叫你成黑科技 你敢答应吗 接着 就是7代19的鸿蒙手表 华为Watch 3了 用独立SM卡的Watch 3 整个US界面打还样 一定到底的动画和操作方式 划来划去的莫名很爽 全场景的活毛生态也随之而来 智能家具的控制 手机 平板 智慧屏 耳机 车机 音箱 等等产品 它都能进行控制 还包括很多第三方应用 比如 这种时候 我们只要调整 旋转 表冠 就可以控制焦段 还能切换它的前置后置摄像头 看到了没有 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尤其是对于我们喜欢爱拍照的小姐姐来说 有了鸿蒙系统的联动 手表和手机间的交互 当然不仅限于此 华为明显是有着一个规模更大 场景更全的定位方向 比如说 对于经常码字 或者想创业的同学 有时候灵感突然到来 直接打开手表上的语言备忘录 对着它说出来就行 随后 手表上的语言备忘录 会帮你自动同步保存到手机端 不会丢失 还能给他人分享 还有啊 当你在手机端使用叮当快要买药的时候 可以在华为W23手表册 设置按时吃药提醒 到底手机就会自动提醒你了 来大郎 该吃药了 前面聊了这么多 其实只是鸿蒙世界的冰山一角 因为篇幅原因 还有很多功能 我们都没有一一细讲 比如板凳卡片 可以进场分享给附近的鸿蒙设备 自适应不同的屏幕形态 再比如 我们OS推出的仅单张照片授权的隐私保护机制 让我们在发布某一张照片时 不再需要给APP授予整个相册的访问权项 以这台Mate 40 Pro为例 使用搭载�蒙系统的华为手机 体验确实是大为不同 鸿蒙系统的华为手机体验确实是大为不同 如果你也想第一时间体验到鸿蒙 可以在我的华为里的鸿蒙专栏进行申请 申请之后会给推送鸿蒙体验官招募 活动时间是6月2日到6月20日 在线上报名或者在线下体验链报名都可以 如今每个人都在喊着万物互联 可是他们究竟要怎样互联呢 这一回面向消费者发布的华为鸿蒙操作系统 用堪称卓绝的想象力和技术硬实力 呈现出了充满期待的开端 这些原本分属于不同领域的终端设备 如同一个个原子一般 彼此联动交互 彼此吸附协同 在我们的手指间碰撞出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协奏 尤为难得的是 在经历了整整四轮制裁之后的华为 还能拿出这些充满经验力的产品 展现在广大消费者的面前 我能感觉到 华为简直就是在摆明车马告诉大家 这就是鸿蒙的现在 而你们就是鸿蒙系统的未来 这既让我激动 有倍感振奋 无论远方的灯塔 是否继续照亮这片夜空 今夜我们就是